北屯區恐淪為疫區富人站在家門前 情緒激動擔心染疫 忍不住飆淚痛哭 另一頭化學病深入北屯大坑裡全面清消 北屯家族感染鏈持續擴大 統計至二號共二十一人確診 新增的是名損農 五月三十號篩檢陰性 但PCR檢測弱陽性 住院期間又變成陰性 醫院再給他再篩 又是陰性的 所以這個個案有點是陰陰洋洋的情況 那我們會再繼續再篩再追蹤 市府第一時間公布 損農曾在東山市場賣順子 市場管理人員隔天跳出來否認 確實案8988損農 並非北市場的攤商 衛生局事後又改口損農 指示去市場採買並非攤商 派中另外兩名確診者案8989 被吞去34歲男子是廣告公司員工 女友則是高雄確診個案 因此被傳染 另外案9404西屯區一名女子 足跡層島美髮店 本身經營美睫美甲工作室 5月1號就已經停業 5月22號她竟跑到彰化案8080的朋友家用餐 31號篩檢確診 感染者一個接一個民眾人心惶惶 疫情持續延燒 目前仍看不得鏡頭 記者楊定謝雲真臺中採訪報導